的讯息因为选霸法的修法案 现在要继续再战 国民党立委徐宇珍 日前所提出了选霸法的修正案 要提高罢免的得票数的门槛 但遭到了民进党激烈的反弹 导致内政文会因此而瘫痪 来看到国民党团现在又在出招 这个徐宇珍他重新提一个新的版本 改为是着重在联署加盐方面 这个部分跟民众党团的主张是相似的 预计在今天院会要一读 根据了解国民党打算在一读之后 要提案进负二读 避免再发生有委员会 这个瘫痪的事件 这个重点就是罢免门槛维持在25% 那提供身份证应该予以这个删除的部分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要拆 拆梁 拆这个基隆市长谢国良的部分 是不是连罢免国家队都来出笼了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联署书在7月8号呢 是已经送审了 那民策呢查队要求要提早10天的时间 不过呢这个部分的基隆选委会 是因为以至爱难行加以回绝 但是我们看到了中选会主委李靖勇 他前往的行政指导 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不是有问题呢 我们看到呢这个立委就说了 中选会真的太离谱了 为了罢免谢国良 居然连李靖勇又亲自来出动 根本就是罢免国家队 不过现在呢有地方人是说了 基隆人其实是比较温和的 也不喜欢这个罢免啊 激起仇恨对立 因此呢罢免战应该要采取外能内热的做法 外能就是说你不需要过多的华丽的宣传 要走的是扎实请走路线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谢国良的请走公庙 内热就是要顾好基本盘 因为呢在30个基隆议员当中 有17到18个是支持谢国良的 这些票应该要把它给催出来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因为呢谢国良的阵营人士认为说 本来就预判了这个罢免是会进入到第三的阶段 所以呢定调这一战就是热战 二阶通过呢门槛之后 就是要来全面的应战 我们看到因为呢选罢法修法呢 两度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发生的冲突 所以呢国民党立委党团呢 就有意在今天要送到 这个禁赴二读的部分 而民进党立委吴思尧就酸了国民党 说这一举动呢就是急了 就是怕了要抢救谢国良 国民党立委谢依奉则是认为 民进党就是想好了 明年要进入大罢免的时代 让民众仇视彼此 今天选罢法国民党执意要在会期末的最后两次愿会 倒数的愿会里头强行要禁赴二读 他们的意图非常清楚 就是要抢救谢国良 就是要让选罢法的恶修 赶快想方设法进入议程 但是就算今天禁赴二读了 也会交付协商 所以都不可能在这个会期内来处理 最快最快也可能就是一个月冷冻期以后 是不是要用临时会的方式来处理选罢法 大家想看看选罢法高度的政治争议性 选罢法不是民生优先议案 国民党要在会期末 还要强度观山 就是急了怕了 要抢救谢国良 关于就是联署的查核这个部分 从过去以来是民进党他们也支持的 那为什么在这一次国民党也同样的提出 当然这一次是不修门槛 只修联署的查核的部分 那为什么民进党不愿意支持呢 那是不是他们已经想好了 明年就是大罢免的时代 要让国内的民众互相的仇视彼此 互相的罢免 然后这样子对国家到底有什么帮助 那对一般的民众而言 他们希望选举我们好不容易 四年地方大选 四年才一次的中央大选 那好不容易把选举都调开来 让各自就是说让中间有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做行政工作 不要每年都在搞选举 但是如果变成大罢免的时代的时候 那这样子民众也不堪其扰 这也是民众所不乐见的 公民团体山海公民拆凉行动发起的 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 在今天下午的两点 中选会主委李静勇 他要请往基隆选委会 了解罢免案 联署人名策查队作业的情况 而对此呢 国民党党团总召复婚旗就炮轰 中选会是独立的机关 却公然把手伸进了基隆选委会 根本就是违法 请李静勇把黑手拿开 今天中选会中选会 李静勇公然把手伸进基隆选委会 而且直接要求今天下委去下指导期 而且直接此名就是要查 罢免谢国良的这些联署 联署要什么时候能够来完成查核 我想这个真的是针对个案 直接介入 直接下指导期 我们真的是看到今天这个国家 已经真的没有任何的下线 没有任何的避讳 对独立机关可以直接的 可以直接的把手伸进来 而且就指导一个个案 该如何来进行 我们再次的强调 今天李静勇这样的行为 赖清德这样的一个行为 都非常的不可取 尤其是林佑璋 你是一个政党的秘书长 执政党的秘书长 竟然直接在基隆来推动这个罢免案 是不是意味着民进党要用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的各个单位的资源 各个部会的资源 都要下去施压 让这个基隆市民能够屈服 我们再次的表达 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完全违法的 而且我们相信基隆人是有骨气的 不会被民进党这样的压迫之下 就来屈服 我们希望基隆人能够站出来 捍卫基隆人的尊严 不要被民进党这样子践踏 李静勇 请你把你的手拿开基隆 不要把你的黑手 要伸到基隆 去掌握这一次的 整个民进党意图的罢明案 我们再次呼吁 李静勇悬来勒马 回头是 好 选办法的加研板 今天要再战 那现在看到 有些的民意代表也好 是官员好 现在可能是挫肋蛋了 包括了新竹市长高宏安 因为7月14号设诈助理费案 一审就要开庭了 那现在呢 免提案的门槛是要达到什么呢 这个罢免的部分是3547份 那首波是收到了377份的罢免连署 吴子嘉就说目前的氛围来看 高宏安被判有罪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高宏安可现在心里头是蛮忐忑的 还有一个人是谁呢 就是退役陆军少将 桃园市议员于北城 因为呢多次发言争议 言论遭到了新党副发言人 也是桃园市政顾问游志斌发起了罢免 来看到呢游志斌10号呢 在脸书上宣布了 罢免的第一阶段呢 是已经达标了 但是还要继续的冲刺 今天呢他又继续呢 分享了一首罢免于北城之歌 里面唱到什么呢 唱到别人的议员会做事 这个议员只会上电视 荒谬言论自以为是 整天讲干话无所事事 到底他有没有可能会被罢免呢 郭正亮就认为说 最后要过的几率是不高 他说那个选区非常的大 大概要8万多票才会罢免 所以这是一个大考验 另外呢谢寒冰认为说 会不会呢于北城被罢免 是要看他是不是会继续的 累积仇恨感 倒是现在来看到的是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对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